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留言问 麻糍面到底怎样活 才能软糯、筋道又好吃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麻糍的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 需要准备大米粉30克 糯米粉170克 大米粉一定要少加一点 这样是防止它发硬 然后加上糖50克 糖和面粉先混拌均匀 主要是让味道更加均匀 然后准备150克水 这个水量不用多 但是也不要用开水 咱们就用常温水就可以 如果咱们用开水去烫这个面 咱们做出来的口感也会发硬 所以咱们尽量用凉水 在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慢一点 把这个水分尽量给它搅拌匀 把每一个地方都打湿 成块状 这是搅好的状态 都成这样的块 然后戴上手套去揉面 揉面只有一个要求 只要不夹杂干粉就OK 面揉好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表面还是这样湿湿的 看着比较软 像这个状态就是OK的 说明把水分和得很匀 然后平盘刷上油 把面团放进去 像这样给它压平 压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厚薄差不多 这样咱们在蒸的时候它更容易熟透 压平之后 蒸锅里的水烧开之后 放进去蒸20分钟 拿出来之后咱们不用等 准备10克猪油倒进大盆里 趁热把面拔出来 主要是把猪油给它化开 这样咱们揉进去更轻松 加上一点猪油 咱们吃起来会更香 而且这个面会更润 这一步只有一个要求 把猪油完全搓进面团 最好是用揣的方式 这样能更快揣进去 油揣好之后 咱们需要拉扯 拉扯的时候 千万不要像这样直着拉 这样直着拉很容易拉断 把这个面团在手上稍微转一下 像做麻花一样 然后这样再拉 能够促进它的韧劲出来 咱们吃的时候就比较筋道 拉好之后放在案板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拉好之后这个效果 你越拉越长 它非常的筋道 也不会断 而且还不容易粘在案板上 就OK 然后搓成长条 切成小剂子 切这个剂子呢 大家自己定 10克 8克 20克 都OK 做好之后 咱们取一个小剂子 像这样给它拉扯成面皮 然后准备自己喜欢的馅 包进去 包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口对上就可以 不用捏紧 因为这个面皮的软糯程度还是很高的 咱们不需要捏 如果捏的话过于扁也不好看 不够饱满 包好之后 最后撒上可可粉 撒的时候呢 就弹上去就可以 不需要整个的撒 做麻糍 只有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配面 蘸米粉 少放一点多一点糯米粉 然后水不要加的太多 尽量让它成面团去蒸 最好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